港股在现阶段以略为稳定。但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个别股份可以突然大错。但另外一些股份却染染上升。互相回旋转化已经不足为怪。投资者应该要考虑一个现实。就是全世界的量化宽松已经趋向完结。加息周期的开始令市场整体资金已经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变成了投资市场各类资产去争夺这些有限的资金。进而就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况了。整体指数上落不大。但个别的股份如石油股。银行股有显著的升幅。但内房股却可以十级而下。就是这种情况的后果了。在以往资金充裕。资产价值膨胀的时期。投资者真的可以乱石头林也可以有不错的升幅。 但现在逐渐变成由无限的资产去争夺有限的资金。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就是最终结果。两极分化就由此而生。这种市况虽然不如出现股灾。但个别的股份出现天与地的差别。 就变成了不争的事实。投资者永远都有一个幻想。看见一些股王级股票。就妄想持有者会低于市价25%以上沽出给自己挠货。 接着股价就会一飞冲天。再创高峰。你想固然美好。但逻辑上却是大有问题。持有者又为何会大折扬地估出持货级对手接货呢?各投资者都在同一个市场之内。 都拥有同样的资讯。出现资微的上落是绝对正常。但大幅度的不差却是绝不可能的事。那这些投资者的期待其实只是不像实际的幻想。但很多投资者仍然是执迷不悔。 只想象会洪酷将志而守株待兔。但问题是愿望总是失落。奇迹总是欠缝。这些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QE元杰资金抽紧个股表现两极化。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如果想要致富,就必定要投资。最明显是过去换资产增值的。在这数十年间已经轻易成功了。 但现在投资者应该要想想以后应该何去何从呢?简单点来说。投资者经营一盘生意,付出努力服务世界,就可以赚钱。但这种情况比投资股票是困难得多了。 投资者自然会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自我实现。 这也側面解释了为何香港的流史始终不死。因为这在过去一段长时间以来,都是未尝一败的投资方式。 如果没有过人的胆息和经略。又怎可以会轻易放弃这一种投资方式呢?现今世界似乎再没有人相信持有现今的价值。又有谁人可以提供一个例子是靠储蓄自负的呢?自负必须靠杠杆投资到资产之中。 这些资产可能是物业,又或是股票,又或是其他的东西。但却肯定不是储前,因此假如投资者沽出某类资产套取现今。 持有现今就只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总会想去投资另外一些资产,才有可能导致财富增值。 因为投资者一定要理解事实。要储前置富只能是全世界出现长期的通缩才会有可能达至成功。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长期通缩是接近事不可能的事。因此现今一定要转向资产才可能保本增值。问题是如何去选择资产而矣。 难长期通缩没可能靠储前置富。现在投资者的问题就是香港股票市场的概念是否能够胜过韩国、日本、印度甚至美国呢? 如果不能。但投资者仍然留守在香港的话。这样就基本上处于劣势。因此才会出现其他市场在高位而香港市场在低位的情况。 当然香港也有一部分股票是有却越的表现。问题就是投资者能否选择得到疑似。回顾去年和今年的区别。表面上都是股票价格上上落落。 但如果细心分析一下。其实是一个大政策的改变而导致现今市场的气氛和走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2017年香港股票市场都是民企的天下。可以说得上市民进国退,但今年看来,却是刚刚相反。变成了国进民退。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这种变化就变得更为深远。如果投资者仍然以去年的方式紧抱民企而不是国企的话。 吃亏就在眼前了。固然国企的营运效益甚低。但今年来说却是风水轮流转。投资者就要顺势而行。自求多福了。 请不吝点赞。